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落下呢 大汉龙涛进来了 进来之后 蒋平一看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 这你叫韩二叔 见过韩二叔 这是谁呀 蒋平做了引荐 说这是任和县的捕快 大汉龙涛 另外呢 这也是咱们一位好朋友 辽东北辖欧阳春 欧阳辖克新收的徒弟 哎呦 韩张一听 这不是外人哪 龙捕快 你什么事啊 哎 二位叔父 跟你们说呀 有重大发现 这一说呀 蒋平还挺高兴 什么发现呢 感情就在蒋平进店房 来求见韩张的时候 这不是让这个龙涛在门口等着吗 龙涛在外边啊 等菜 这饭馆的门啊 开着 打门前走过一个人 让龙涛发现了 哎 这不冯七吗 喊了这一声 门口这位听见了 呦 谁叫我 往这饭馆里瞧 呦 龙涛你在这儿呢 这位可就进来了 来这位冯七 也是任何县的捕快 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 叫夜星子 这夜星子怎么回事啊 据民间传说呀 说这夜星子是个不祥之物 就像妖怪一样 以鹅传鹅吧 说小孩一哭啊 家大人吓我孩子 就说夜星子来了 那么这个绰号 从何而来呢 是那些贼人 给冯七起的 冯七经常拿贼补刀 他说补怪啊 开始挺生气 起这么个名字 可后来啊 冯七挺高兴 我能让这些贼恨 说明啊 我有点能耐 我就叫这个了 他跟龙涛可是好朋友 那么龙涛离开任何县 前去捉拿花蝴蝶 这大伙都知道 不光龙涛 任何县这些捕快 全有这职责 因为这是当地一件大事 他每天也出来进去 可是就发现这两天啊 龙涛连着好几天没回来 冯七有点着急 现在老爷也问 谁看见龙涛了 冯七看这样吧 我去找找吧 俩人关系不错呀 就准备要出离县衙门 去寻找龙涛 刚出来 看门口来小孩 这小孩个儿不高 手里拖着封信 冯七就问 这小孩你找谁呀 这位大叔 我是来送信的 送信的 给谁送信 给一位姓龙 叫龙涛的 龙捕快 是他的信 哦拿来吧 冯七把这信给接过来了 问小孩 这是谁给你的信呢 小孩一听 我也不认识 是位爷爷 爷爷长得个儿挺高的 五大三粗的 给了我几块糖 然后把这信送过来 那爷爷就走了 哦 明白了 这是给龙涛的信 冯七呢 也没拆开看 关系再好吧 你也不能看着信呢 得了 反正自己也是去找龙涛 把这信给他烧上 这么着带着信 出来寻找 他呢 不是光在这人和县找 到外县去找 就来到桑花镇了 到这儿 巧遇龙涛 见龙涛就说 有你封信 龙涛接过来 拆开一看 乐了 这信呢 是欧阳春给他写的 就是新拜这师父 欧阳春 不是跟着丁二爷 奔杭州 给丁岳华办嫁妆吗 你想 两个大男人 到那儿办嫁妆 那就干净利落脆 气势咔嚓 办完了 把这些嫁妆一打包 当地找人 给送回莫花村 那么以着丁兆惠的意思 在杭州再转悠转悠 主要啊 他想去看看老朋友 丁兆惠有个老朋友 就是钱文书 咱们说呢 老周增 去看看他 可是 欧阳春以白手 兄弟 看朋友啊 咱们以后再说吧 我着急 哦 丁兆惠明白 老哥哥招什么急啊 替徒弟招急 徒弟龙涛 四处缉拿 那银贼花蝴蝶 那么欧阳哥哥呢 也有此意 其实丁二爷 也想铲除这恶贼 那既然 哥哥招急啊 咱们就不逗留了 现在 就回转 任何县 两个人到任何县 这个边缘的地方 没往里走 二人不便抛头露面 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呢 写好了 找个小孩 就给龙涛 信是什么内容呢 是告诉龙涛 说我们已经回来了 不便到衙门找你 就在任何县边上 有座造军祠 我二人造军祠内等你 你随时来见 就这内容 冯夕不知道啊 把这信交给龙涛 龙涛这么一看 哎呀 我师父回来了 这儿又有位蒋四爷 我们又看见花冲了 那蒋四爷在里边 要见那人 是不是他那二哥韩章啊 干脆我查查去吧 这么着 他来到屋里 蒋平这么一引荐 知道了 蒋四叔 找着他二哥了 太好了 我这也有喜事 把这事这么一说 嘿 蒋平一听太好了 二哥您听见了吗 啊 北霞老哥哥来了 丁二爷也到了 咱们这力量可就壮大了 嗯 韩章点点头好啊 咱们齐心合力 擒拿刺贼 正说着呢 夜星的冯妻也来了 龙涛赶忙给引荐啊 见过几位英雄 那么冯妻可就告诉大家了 说呀 现在已经得到这花冲的下落了 人家县衙里边天天又出去打探他 说在此地 看不见这个花冲 在信扬州发现了此人的踪迹 花冲已经逃到信扬州了 信扬州有座和神庙 有人在和神庙见过他 是经常出入 就这几天 啊 这个流星探马 来回跑 呵 龙涛一听 那太好了 我说二叔啊 四叔 咱们现在就去吧 奔这个信扬州和神庙 好 小平一听 看了看韩章二哥 您这伤怎么样 不防止 于兄的伤早就好了 四弟你 我根本没事 我跟您说呀 刚才是骗您的 我真没受伤 那么不但我没受伤啊 小弟我这一额没刺 还把花胡蝶的后背 给他划了个大口子呢 是吗 四弟本事见长 您别夸我的 我说啊 龙涛啊 既然你师父来信了 站着 咱们呀 先去造军祠 再奔信扬州 这就绕了 你呀 跟着我们哥俩 咱奔信扬州和神庙 这位冯七兄弟 烦老你一趟 你呀 奔这个造军祠 请二位侠客 你能找得到 这个信扬州和神庙吗 冯七一听 哎呀 蒋四爷 这我常去的地方 那太好了 咱们分头行事 就这么着 蒋平 韩章 龙涛 奔信扬州 冯七到造军祠 请二位侠客 那么约好了日期 冯七带着 丁赵慧 还有欧阳春 就来到信扬州 快到和神庙的时候 冯七 白了白手 二位先别走了 北侠跟丁朝会 看着他 有什么事吗 二位 一会儿啊 到了这个和神庙里头 如果看见熟悉面孔 就是什么 蒋四爷 韩二爷 还有您那宝贝徒弟 龙涛 可不能打招呼 这是为何呀 因为呀 他们已经在那 装扮起来了 实不相瞒 说现在呀 这和神庙 庙门口 已经摆下庙会了 说庙会 实际上是做买卖 逛庙会 就是逛买卖呀 一般初一十五 都是办庙的日子 现在呢 不到十五才十三 可是呢 这买卖 就开始都摆上摊了 你不能等上日子 这叫预热吧 说咱们这些人呢 都化妆 把小买卖人 穿插在各个角落 说咱们到那一旦 一打招呼 因为这里头很多人 认识华蝴蝶 华蝴蝶也见过 势必打扫惊蛇 北侠点点头 我明白了 这个 冯奇兄弟啊 你还不知道 这和神庙的住持 海会老和尚 是我的朋友 哦 冯奇一听 好这欧阳侠客 真好教啊 那是 咱们之前讲过呀 欧阳春一心要出家为僧 所以他结交的这个僧人 就很多 他认识这海会和尚 正好我会会老朋友 说话大力的 就来到和神庙这门口了 到这一看好 这地儿都已经摆满了 说玉热呀 那这买卖人 无力不起早啊 早早的 都摆好了 往这个庙里头走 就听旁边有人喊 就是吆喝吧 买馒头 正宗呛面馒头 就一听这声 回头再一看 北侠差点乐乐 怎么这卖馒头的 大汉龙高 他这闯个卖馒头合适 好 穿一身白 在这儿 旁边蒸锅 买买的 没打招呼 往里右走几步 听这边有人喊 香菜辣青椒 一听这个尖嗓子知道 蒋平在这卖菜呢 你家 都有职业 那含儿也在哪呢 不找了 跟着这个 小和尚就进来了 也有知客僧啊 带到一间禅房 已经有人进去通病了 海会老和尚在这儿等着 一看 老朋友来了 欧阳施主 许久不见 打了个问讯 哦 弥陀佛 老和尚一向可好啊 老你惦记 两个人叙旧 欧阳春又给介绍了 这是我的好友 丁兆惠 一块坐下吧 这冯七呢 打了个招呼 可就出去了 他出去啊 找这个和尚庙的监寺 就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和尚 就晾了自己的身份 告诉他 自己是官人 到这儿来拿贼 感觉这监寺啊 也都知道 龙涛到这儿 把这个行程目的 已经跟海会和尚说了 监寺点了点头 我们都明白 您就便宜行事吧 最好啊 别惊扰百姓 别惊扰这些乡客 就可以了 放心吧 冯七下去忙活了 这禅房里呢 就剩海会和尚 丁二爷 还有欧阳爷 有小和尚 献上香茶 就是松子茶 仨人在这喝着茶 聊着天 哎 这正说这话呢 就看到这 禅房外头 走进个人来 这人是不请自道 也没有小僧人给引路 他进来了 海会和尚一看 这成何体统啊 这就不打招呼就进来了 哦 弥陀佛 施主 有什么事吗 就看进来这人呢 来到了海会和尚跟前 看了看左边的欧阳春 又瞧了瞧 这丁召慧 这位微微一笑 打搅几位 我是过路之人 近几天呢 经常在这逛庙 我的那个电房啊 住满了 人家掌柜的呢 不让我住了 因为我头两天呢 银钱不到位 这两天朋友 把钱给送来了 我又有钱了 那么电房没了 我就想啊 住在您这和神庙 但不知老和尚 能否提供方便呢 哦 海会和尚上下一打量 跟他说话的 这是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不到三十 长得挺俊俏 白镜子长方脸 细眉眉大眼睛 就是面无血色 头上戴着一顶 五升公子巾 是天蓝色的 身上穿着天蓝色 五升公子场 粉中衣保底靴 这是练武的 就看这位啊 站着的时候啊 下意识的 老用手舞舞这位置 就得左肋 老和尚不知道怎么回事 欧阳春 跟旁边盯照会 已经猜透霸九了 说这个人 就是花蝴蝶 你看这达板 母生达板 这模样挺俊俏 要在这住 又听说花蝴蝶就在这 这手舞什么意思 听说了 蒋平蒋四爷 在他后背给划了个大口子 肯定啊 这疼啊 看着好像若无其事 那受伤了 海绘老和尚本来不想答应 这时候啊 欧阳春在旁边 微微这么一点头 点头啊 只有老和尚看见了 哦 他跟欧阳春是朋友 他就明白了 哦 那好吧 那我就让小徒弟带你 去一间禅房 条件可不太好 哦 我不挑 我不挑 您放心 走的时候我多语相资 好好好 这边叫来小沙米 带着这年轻人去了 说这年轻人 是花蝴蝶吗 一点不假 这家伙 逃至此处啊 这儿可不是终点站 他还有目的地呢 为什么在这儿逗留 您往后听 等他出去走远了 欧阳春嘀嘀的 跟丁兆会说了一句 二弟 人咱们找着了 嗯 丁兆会也笑了 他也看出来了 还会瞧了瞧二位 他也明白了 因为龙涛跟他讲过呀 二位 你们要拿的 就是他吧 没错 欧阳春打了个问讯 求老方丈你多多支持吧 没得说 这边啊 这低调形势 谁也不言语 门口 是该做买卖做买卖 里边佛殿 该念经念经 出来进去的 这乡客还不断 花冲呢 就被小沙米给带到了西乡房 拔角这么一位置 屋子不是很大 花冲也不挑 哎呦 晚上吃完饭 大家伙凑到一处 问欧阳春 怎么办 欧阳春看了看都来了 韩章 蒋平 龙涛 冯淇 丁兆会 几位 今天晚上 就是拿贼之师啊 老夫我 住在花泽的对面 我首当其出 如果不出意外 根本用不着各位动手 我一个人 就能讲其制服 嗯 大伙点点头 这可不抬杠 都知道 北辖客毫无意 那么 话是这么说呀 我也不能打保票 几位呢 安排这个住房 离我都不远 你们听着点 咱们约定好时期 今天晚上 三经时分 拿贼 怎么样 大伙一听 那就听您的吧 三经时分 我们都收拾好了 提好了兵刃 把门虚掩 您那边一旦有动静 我们都冲出房屋 就这么办了 这等于是 瓮中作别 因为都在这 和珅庙里头 这就万无一失了 欧阳春 那相当踏实 吃完饭之后 各回各屋 给外人看来 就睡觉去了 可奇怪的是啊 就花冲这屋子 始终就没开门 打他进去 就没出来过 北侠的眼睛 始终就盯着这屋子 行 自己回到屋里 把门关上 把灯给吹了 他就往对面看着 这时候 就听更楼之上 叮 叮 叮 晃 晃 晃 二惊天了 北侠开始凑进这门口 把这门呢 拉开一道缝 拉这门不能使劲 支鸭这么一声 不行 轻轻的 便于自己出去 拉开这道缝 突然之间 他就听见对面这屋 什么动静 借这道缝 往对面一看 看对面 这门呢 带上了 感情啊 开始也是虚眼 这一下 关石了 咕咚 这么一声响 插上了 北侠心中 暗想 难不成 此贼 现在要睡觉 不应该呀 他这种人 二惊天就睡觉 不太可能 果不其然 这茧棍插上 没多的会儿功夫 就看那窗户 起来了 过去那窗户 上枝下斋啊 望其其 起这么一道缝 就搭这里头 撕 村处一道恶影 这人就跳到院子里了 侯将春一看 好快的身法呀 轻轻地把门可就要开开了 北侠这么一闪身 大屋里出来了 多的胆子 花冲就在院子里站着呢 北侠出来了 贴着自己的门口站着 就在这看着 花冲在这站着 花冲出来之后 看了看左右 抬头看了看 那院墙 他就溜达到这墙根这儿了 北侠就发现了 花冲现在是夜行依靠 挨帮紧靠 周身上下紧沉立落 还背着把刀 这小子来到墙根这儿 望下这一扶身 北侠明白了 他要上墙 要出去 这个时候 身后 那房门全都拉开了 这几位都有经验 没一个拉门出声的 包括龙涛 包括冯七 这都是惯于拿贼捕道的 都有这经验 全都探出头 往院里看 也都明白了 花冲要跑 可北侠没下令 谁也没敢动 北侠就在这儿站着 看着他 望起蹦 这家伙 蹭着一下 起来了 胳膊 啪一跨墙 一翻身 他出去了 北侠没追 又等了一会儿 蒋平过来了 老哥哥 您怎么让他跑了 欧阳春啊 滴滴声音告诉蒋平 放心 他准回来 为什么这么说呀 他穿着夜行衣呢 哦 杨平一分析 欧阳春说的有理 这花蝴蝶肯定是夜里出去做案去了 偷偷到道 肯定的 穿着夜行衣 天亮之前他得回来 如果不回来 天光大亮穿这身走 瞧太别扭了 等他回来 踏踏实实的拿贼 他这绝对不是逃跑 他这是做案去了 行了 几个人各回各屋 在这等着 就等他回来 结果这一等啊 只等到天光大亮 花蝴蝶没回来 哟 几个人一看 别躺着都出来吧 天都亮了 人家这院子里头 好多的那乡客也都起来了 在这院里溜弯 这几个人找到一棵树 往这一站 老哥哥 这怎么回事啊 欧阳春也有点纳闷 按我推断 他应该快去快回呀 这家伙怎么一去不返呢 到他屋里一看 好 他这屋里啊 包裹 还有好多应用植物 都在这呢 平时穿着衣服 在床上放着呢 这家伙应该回来呀 他去哪了 咱呀别猜了 打探打探吧 让这个冯七出去 你别声张 在街上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 冯七出去了 这几个人在这等着 一边等啊 欧阳春还在想 他能去哪呢 这地是和神庙 这地是信阳州 他正想着呢 冯七回来了 几位 我打听着了 哎 冯七兄弟 快说说 此贼 今在何处 几位 这花蝴蝶呀 在小丹村 被沟原外家的埋伏 给捉住了 啊 待会听好啊 咱们省事了 没说完呢 捉住之后啊 他又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